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《啤梨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《啤梨漫步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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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信心 我不知是否 我先看一条提 議員關注 會否再延期借錢還 咦 再延期借錢還 我想一想 應該是垃圾徵費 他就說 視乎先行思事的情況 保持開放態度 《啤梨漫步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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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說你吵兩句話, 譬如我罰則, 那時候不要罰的那麼厲害, 就讓人試一下, 千人先試,一試就糟糕了, 不是糟糕, 那你比現在更糟糕, 你不試, 你試一下,在糟糕之中, 阿曼, 你分手袋, 收手袋, 都不認識, 我認不信, 做那個袋不是很難的事, 老實說, 你只是爭吵, 大小的一張床, 碰幾件地拖的都笑死人了, 我的廚餘, 我放在哪裏? 其實真的不知道, 那邊也沒有廚餘機嗎? 他說有些屋苑有廚餘機, 全部都有了, 我們先看看這個, 政府指定了14個地點, 做垃圾清廢的先行先試, 有政府中人擔心, 如果先行先試, 期間遇上困難, 反而可能會令這個, 徵費落實日期, 無限期延後, 老實說, 遇上困難, 那就要延後了, 但你不先行先試, 那你一下就馬上試, 這天就收回, 如果收回的, 我們威信何來, 我覺得試吧, 不要先行先試, 直接就試, 立法會環境委員會, 再討論相關的安排, 這些全部都是代國者, 會上分分, 議員分分關注, 如果先行先試, 效果不理想, 會否再延遲全面推行垃圾清廢的時間表, 休息一下, 謝展環就強調, 政府很大決心要推行垃圾清廢, 不過就會持開放態度, 我們很努力, 我們希望做, 我們不是說想不做, 不過我們也有一個開放態度, 我想這件事都是必須的, 你說現在這個借錢還嗎, 另一件事學不到, 這些滑稠就學了, 因為這幾年, 他真的經歷過很多事情, 他都說, 你不會管日本海產, 看科學的, 是吧, 好了, 何俊賢, 何俊賢, 民眷聯的高佬, 就說, 希望政府可以順利推出垃圾清廢, 不過市民習慣都不是那麼容易改變, 他認為政府應該今年六月如期推出, 或者再延期都好, 都要有一個明確答案, 我說, 屌你了, 沒有現在四月了, 你是做還是不做, 不是說一個開放態度, 我不要說那些, 甚麼簡慰問關注, 甚麼先行先試, 會放棄, 去, 不做又永遠不知, 做一半機會成功, 一半機會失敗, 失敗回收回來再檢討, 對不對, 如果不是, 老實說這條例, 打了十年都有多, 例如說, 誰提出, 那個叫甚麼名字, 現在坐下, 開始搞這條例, 十年都在來, 如果你說現在收法, 真的無法搞, 好, 一試不行, 真的要收了, 一試, 你先試了, 好嗎, 不行就是你們不行, 政府已經很盡力了, 已經, 真是能力了, 這樣講, 好了, 我們講一下這件事, 好過, 張建華, 張建華, 何許人也呢, 百日之家, 這個, 林寶怡, 的藍本, 我們這件事,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, 我自己, 不是別人講我, 我經常看見張建華的相片, 都好像見到我自己本人這樣, 為甚麼呢, 我真的覺得他和我一樣, OK, 當然, 我, 我, 怎麼色情, 男人也沒有人用, 但是, 你說要搞這些, 智障, 或者反抗能力, 很弱的弱勢, 這些是含家產, 才是含家產, 真是完全不用說, 這裏人應該是走人, 走人贏, 為甚麼呢, 在刑事的控告方面, 因為, 事主, 沒有能力, 或者不適合去作證, 所以, 刑事控告他已經走掉了, 真是正公佳, OK, 好了, 於是, 受害者的家人, 就入稟, 要求他, 張建華, 和康橋之家, 去賠償, 這個也是應有之意, 換出來的數, 我覺得也不是大的, 甚至我覺得有點小, 都考慮到, 他們的負擔能力, 康橋之家的有限公司, 好, 今天這麼巧, 得這麼巧, 我呢, 就有兩個粉絲上來買東西, 兩個女生, 他們呢, 就在某一間大埔, 都很出名的, 就是這些這樣的, 康橋會, 這樣去工作的, 講開, 因為我之前, 我和我住村屋的時候, 我操車位, 我業主也是在那裏做事的, 他們兩個女生就說, 其實呢, 這些這樣的, 就是中心, 因為我覺得, 是不是一定要有些外心呢, 他就沒有正面回答我, 只是說, 如果你們覺得那批不夠呢, 你可以走, 你明知道這份工, 是會有這樣的工作量, 有這樣的待遇, 他說其實最重要就是, 往往就是什麼呢, 那個中心, 由上至下的那個文化, 就是譬如, 他講他們自己服務的間, 他們呢, 譬如看到那些同事, 稍為粗魯一些, 稍為, 就會提他, 再是這樣, 就已經會讀灰了, 因爲他們是, 根據他們來說, 無論他們的主管, 就是, 到他們那些阿嬤嬤, 都是抱著這樣的心態, 所以, so far, 就沒有什麼個案出現, 譬如, 你如果這樣聽他們這樣說的話, 康喬之家, 爲什麽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呢, 或者之前, 我們講的那個同樂會, 那個同樂會, 康喬之家, 康喬之家, 很可能真是, 他們那些那個文化, 這個就不是那兩個妹妹跟我講, 姐姐跟我講的, 是你想一下, 他說, 你進去做, 你預了, 會有這麼辛苦, 但這個世界上, 是很奇怪的, 如果你進去做, 你預了辛苦, 預了少錢, 很容易, 我去幻想這些情景的, 你本來是很, 都興致勃勃, 想去服務社會, 又賺錢, 做工, 怎知見到你的頭, 說去思維素產, 後來你知道, 原來他賺, 屌你狗皮的, 你賺萬六元, 做這個混蛋, 你慢慢慢慢, 就會產生那種, 不甘願, 但你一時之間, 其實你在這個時候, 如果你覺得不甘願, 你應該要離職, 但一時之間, 外面的環境好像很差, 好了, 就是我們這個人類的劣根性, 你就往往將這一陣氣, 就發洩在那些弱勢底下, 又或者在不經意地, 譬如見到, 你想著有些, 那當然, 要這樣說, 這些弱勢, 或者這些智障, 即是不同的人士, 有沒有欺老才呢, 當然有, 其實這個世界上, 永遠是不分的, 不分的, 有沒有人是因為自己, 譬如說, 他知道自己, 是弱勢, 但是他是古惑仔, 於是你利用他的弱勢, 找著弱勢, 也有的, 這個世界上, 好了, 譬如, 你看到有個弱勢的少年人, 你打算去巡巡善有他, 叫他入房, 好了, 誰知他不聽話, 反而, 你進來, 不要說刮他兩拍, 好冷出路, 好, 還未搞定, 拿著那些帝子的領, 回去睡覺, 就拿回去睡覺, 其實你很容易慢慢, 你都會受這些影響, 好了, 當大家習以為常了, 那條線就越提升越高, 那個隱外度, 互相覺得這樣也不是很大的問題, 這個哀仔是要這樣, 結果會出現好像同學樂會, 那類的事情, 因為你說, 當然, 這也是極度不堪, 你想想, 你真是同學會那些, 自首是自首, 這麼幾十人, 個個都有份, 好了, 我去講這件事, 康喬之家前院長張建華, 叫做建華的人都賓修一點, 不然, 被遮在2014年, 在院室中性侵中道智障, 女院又被捕, 但因為女院又無法出庭作弓, 所以獲得撤銷控罪, 女院又的家人, 及後向張建華和康喬之家, 民事索償134萬, 案件去年6月開始聆訊, 區院的法官黃若鋒, 在昨天班下判辭, 他認為女院又確實曾經受過創傷, 裁定女院又勝訴, 亦都因爲女院又現在康復無期, 而且終身要接受治療, 而且需要全天候照顧, 下令張建華和康喬之家要賠一把十九萬, 張建華要給七成, 即大約是八十四萬, 即大約是八十四萬, 事主原告, 由他媽媽代言去日本, 三名被告是張建華, 康喬護理服務有限公司, 和自有集團有限公司, 被告方爭議, 即被告方是這兩間公司和張建華, 事主的證供是可程堂性, 包括第一, 案發之後, 事主和康喬之家保健員的對話, 事主和心理醫生的錄影會面, 以及事主和他媽媽的談話內容, 其實老實講,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辯駁, 但我如果是康喬之家, 或者我是自有集團的公司, 表里羅武系, 博系嗎? 真正, 你們還要站在我那邊, 因為你們其實是監察不力, 好了, 王公、王若鋒說, 事主的智商, 和一個六至九歲的小童相約, 其實六至九歲都很卵醒, 官乎他, 這是被告方的質疑, 和心理醫生和保健員的對話片段, 事主行為猶如小孩, 表達有些困難, 他亦在保健員和心理醫生的誘導下, 給證供, 例如保健員曾經直接問他, 有沒有給張建華摸我胸, 所以, 法官都說, 我不會接納那兩段片, 你要真意嗎? 定一點, 我不接納, 不用真意, 但是, 事主按法和媽媽的陳述, 王官就認為, 他們兩個人簡單直接, 過程裏面, 媽媽沒有任何引導, 事主當時和媽媽說, 張先生, 拿了一條東西出來, 在那製造, 做甚麼? 做安尿那裏, 就和院友, 錄影片段, 有院友錄影了, 相符, 亦都吻合科學鑑證的報告, 那個結論, 因為科學鑑證就是, 辦公室的垃圾桶裏面有, 一張紙巾裏面是有, 張建華和事主的DNA, 所以, 官就接納這一段程堂的證供了, 被告又爭議, 被繼續爭議, 事主的精神醫生報告, 他說, 那個報告是基於事主母親的陳述去讚寫的, 認為那個報告, 在讚寫之初已經假定性侵, 事件是屬實, 不過, 黃官就認為, 喂, 重點, 我看這個報告, 重點, 是看報告的結論, 他的結論是說, 如果事主不是經歷過創傷性的, 包括性侵, 是不可能會有創傷後遺症和精神分裂的, 而, 你, 張建華或者康喬也都作為這個事主的照顧人, 監獲人, 不是監獲人, 是照顧人, 你亦都沒有講過, 事主在之前, 在這件事件之前, 是有什麼性侵的, 那, 他的性侵, 或者是這個創傷後遺症, 從何以來, 好了, 相反, 黃官說, 你那個張建華, 一看你就知道, 不老實, 不是可靠的證人, 即使我接納你, 是因為想告誡事主, 不要再訂東西, 於是叫事主入房就好, 你沒有理由去關門, 你要關門, 又沒有理由不安排其他員工在場, 另外, 你在第一份的書面證供都沒有提過房間發生什麼事, 第二份, 就是草草就賴過了, 法官說, 看不到, 你張建華有什麼合理原因, 不是最早的機會釐清事件, 因為正常來說, 你沒有做過, 其實真是最早的機會, 你第一份口供, 就應該說, 我沒有, 好了, 跟著, 黃官繼續說, 張建華在庭上解釋, 與院友的錄影帶, 是不相符的, 你又說, 當時是因為當時, 同志有其他股東有爭執, 所以被院職的司機無裂, 但這是非常牽強的, 而且, 老實說, 你和其他股東有爭執, 於是, 他的意思是, 想讓公司司機站在股東那邊, 你想這樣說, 但這是牽強的, 法官定位, 反而, 至於你說, 辦公室裏面那張紙巾, 有DNA的紙巾, 是因為事主套痰, 打一次, 套口水, 但是, 現在報告驗出來, 那個不是口水, 不是痰, 是一些精的, 即是當人家不適驗, 是, 當日, 一拿一件事出來的時候, 第一時間反映那些講話, 現在驗出來, 是Sperm, 是一些精, 是你了, 他說你的講法, 簡直是匪以所思, 十分可笑, 你都真是慘, 但他又被人說你可笑, 他因此, 裁定你的而且, 確實曾經清性侵犯事主, 案發的時候, 亦都拿奔舟出來, 觸碰到事主的司處, 甚至乎有社精, 其實你講到這樣, 好想, 含家產都要想, 屌你了, 是, 至於康喬之家的律師就說, 喂, 至於康喬之家律師說, 康喬將院舍營運責任, 就交給張建華, 是不知道會有性侵風險的, 而成本問題, 就沒有裝閉路電視, 都沒有違法管托責任, 這些叫直辭退堂, 黃官就說, 喂, 如果你想到你沒有監管, 監管著張建華, 已經是風險了, 因為張建華的辦公室, 是放在女院友的流程, 只是這一點, 你都不去, 你當然是有責任, 這個監管責任做得不好, 包括女士子在內的女院友, 亦都有很多部分是智力障礙, 辦公室又不裝閉路電視, 令到其他員工難以監管, 他說, 再者, 你都可以用其他成本較低的有效方法監管, 譬如規定女院友進入辦公室, 門要開, 要男員工在場, 那些不用錢, 老實說, 現在要裝幾部CCTV多少錢, 黃官最後就賠償金, 握作出分析等等, 我不講那麼長額, 他說, 現在事主患有創傷後遺症, 精神分裂, 即使繼續接受精神治療, 都只是防止惡化, 不能預期會康復, 甚至重頭庇護工場的程度, 他現在言行混亂, 有暴力傾向, 需要全天候看管和終身接受治療, 黃官認為事主是一個容易受害的人, 而張建華違反承信的情況非常惡劣, 又特別提到, 張建華和康喬堅持毫無爭辯的地方, 再去爭取,毫無爭辯的還要爭取, 無意令到事主和家人, 重新經歷不愉快的回憶, 所以講多無謂, 最後決定裁定張建華和康喬, 向被告賠償119.47萬, 從日品當日起計算利息, 兼付重費, 老實講, 為何會判這個, 因為他媽媽都是索償130多萬, 如果你索償600萬, 可能有500多萬, 你問我180多萬, 他忠心要接受這個治療, 實在太少了, 好了, 張建華還自辯, 事主出了名拿照顧, 所以在案發前兩星期, 他媽媽拒絕帶回家, 他又將飯扔下街, 事發當日, 他知道事主的媽媽會來探她, 所以叫她入房提醒她, 不要釘東西入街, 他並無攪事主, 你說多極無恥, 這傢伙, 尿你尿尿, 如果100日之下, 我並不拍攝, 最後一段, 我一定會加一段, 《慰運脫海》的片段, 好, 到西陣,